放了漫长的九天春节假期 面对开工上班的第一天 相信有许多的人还是懒洋洋的 而为了要让民众能够快速的重整身心 新北市立联合医院就特别研发了一套 喉铃喉线收心钞 针对身体的各个肌群设计不同的伸展动作 来帮助民众舒缓肩颈伸痛 希望大家都能够精神饱满 活力十足的上班工作 漫长的九天春节连假结束 开工上班的第一天是不是还懒洋洋的呢 那就赶紧来做做收心操 让自己恢复活力 新北市立联合医院为了让民众能在年假过后 快速重整身心 特别研发了一套董次董喉铃喉线收心操 物理治疗师谢超伦开春的首日 便在医院大厅带领民众一起来动一动 透过几个简单动作让筋骨活络 恢复激励 涵盖了就是一些像我们肌肉跟神经的一些伸展 还有一些肌力的训练 另外还有一些平衡跟协调性 那最后的话我们会以有氧运动来带动 使大家能够在整个心肺的功能能够尽快地恢复起来 物理治疗师谢超伦表示 年节期间许多民众都会把握机会补眠 但却也因为睡得太久导致腰背酸痛 肌肉僵硬 另外过年打牌或使用3C产品过久 同样都会造成肩颈疼痛 因此透过了这套收心操 从喉斩筋骨开始 再借由灵猴柴果 金猴贺穗 猴里三角 玉猴腾翔四个招式 增加身体灵活及协调度 就能够快速提升整体的静耐力 睡觉睡得比较久 因为我们睡得比较久的时候 关节会比较僵硬 那可能会产生一些关节的疼痛 比如说腰痛或是颈椎疼痛 或是细关节的疼痛 那另外像一些我们通常会 比如说会打牌 或是说一些比较做的时候 会打一些电脑玩手机的话 那我们关节我们的肌肉会比较僵硬 所以我们想借由这一次的 收信到里面所带领的这些 肌肉的伸展 使我们的肌肉能够尽快地 给它松展开来 然后关节的僵硬 能够比较活动开来 物理治疗师谢超伦指出 这套收心操也非常适合 老人家平时活动 另外他也提醒 在做收心操时 应避免穿着高跟鞋或硬底皮鞋 而动作过程中 是自身的情况调整 不要过于勉强 同时搭配呼吸调节 不憋气 才能够真的达到健康目的 记者杨邦友召发起 新北市采访报道 新北市采访现责任 新北市采访报道 став证